Ecov是中鼎集團的第二個品牌 它的主要的品牌聯想 是要傳達的是 它是資源循環效能的領導者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以資源循環效能 這樣的一個溝通訊息 我們去打造很多的對外去行銷的一些工具 然後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能夠在國際上面曝光Ecov這樣的一個品牌 讓我們的顧客能夠從中了解到說 Ecov它是一個資源循環效能的最佳推動者 進而來跟我們合作 這個是品牌所打造出來的一個效益 在打造Ecov品牌過程當中 所遇到的挑戰包括 因為Ecov它主要還是以台灣的業務為主 所以它對外的這個品牌的形象或品牌的識別 還是以中文為主 所以要整個把它改造成英文的 甚至英文的這個行銷的方式 這是我們遇到最大的挑戰 等於它在整個的品牌改造的過程當中 它要把很多的東西變成英文化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包括它內部的一些內化的溝通過程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必須讓他們接受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以英文為主 然後要讓他們感受到說 因為我們要擴大我們的業務領域 我們要走向國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內部的溝通是一大的挑戰 尤其因為Ecov它們內部的是以工廠的 或者焚化爐的操作營運為主的 專業技術的人員 所以對於品牌的接收度相對也沒有那麼高 他們就是比較實事求是 而一再的認為說 品牌對他們來講 它就是非常的無形 而且也感受不到那份品牌的這個影響力 那我們是透過不斷的 不斷的溝通 然後讓他們感受到 這個品牌的影響力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他們感受到這個品牌的影響力呢 因為我們幫他們打造了 全新的這個所謂的制服 因為在焚化爐的操作上有全新的這個制服 也讓他們感受到 因為Ecov的這個識別是綠色系的 是很明亮的這樣的一個顏色 那他們穿上去的時候 確實有感覺到好像煥然一新的感覺 所以也比較能夠接受說 好 我們接受這樣一個新的品牌的識別 新的這個Logo 進而呢 甚至能夠以這個品牌為榮 然後去協助行銷這個品牌 因為他們能夠幫我們行銷品牌的 第一線的人員 參加品牌計畫的收穫呢 很多 包括多認識了在這樣品牌發展的路上 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在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那很感謝工業局也辦了很多的所謂的活動 讓我們能夠參與 然後跟業界之間可以交流 那第二個呢 當然就是 多了很多的品牌管理的一些知識 讓我們呢 學習到什麼是品牌 品牌的影響力 進而協助公司去業務的一個拓展 再來呢 就是因為以前 不管是CTCI或者是ECOV 其實我們都是很低調的 不會接受一些媒體的採訪 但是呢 在經過這個品牌的發展計畫之後 我們發現到 其實品牌有它的這個影響力 21世紀說企業的競爭力的差異 只剩下品牌而已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們去參加了這個計畫 然後開始慢慢的曝光我們的品牌 我們去參展 去參講 結果就發現到 越來越多人認識了我們的品牌 而且進而呢 很多的媒體 會來跟我們邀約 採訪 很多的甚至同業之間 他們會來跟我們取經 去了解說我們是怎麼樣一個品牌的發展過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共好 就是希望更多的台灣品牌 也能夠在不管是台灣或者是國際舞台上 喔 繼續發光 發熱 這樣